Goes from its local current 包括不只是看一間 說是看三間 陪看豪宅的金主是誰 也有人爆料說是烏鋼大王 那為什麼看房子 需要有烏鋼大王來陪同 陳佩琪今天早上出門沒有受訪 但是他操作了一波很特殊的 他在臉書上PO文 陳佩琪越解釋越多的破綻 陳佩琪說他的確是有看過豪宅 但是因為天很黑 看不清楚也不記得 這個建案的名稱 1.2億的豪宅沒有燈嗎 那好可憐 陳佩琪還有一個說詞說是要換房 但是又說要讓兒子 離他們住的地方近一點 你到底是要換房 還是要讓兒子住離你們近一點 這不就是自打臉了 而民眾黨查帳記者會喊咖 四叉貓沒有領民眾黨的錢 查帳比民眾黨還要認真 今天四叉貓又有什麼新的發現 稍後來分享 另外是柯文哲政治獻金怡雲 被發現有幾筆呢 是真的賬 但是如果真的話這樣不行 因為出現了有九筆來自上海 香港跟澳門 那有八筆是來自日本 非本國人不可以捐政治獻金 那如果有違反的話 恐怕也是有罪的 是涉犯五年以下的刑期 假帳豪宅靈魂暴 推翻了柯文哲人設 是不是讓小草覺醒了呢 那我們看到的是戰狼小姐姐 陳志涵他還繼續的是火力全開 罵說離開民眾黨變科黑的那些人 是因為示威素餐上通告 只是為了要刷存在感 陳志涵坐領高薪 那為什麼黨內部這麼亂 查帳發言一團亂 你都沒有責任嗎 不需要反省嗎 罵別人會讓自己變得更好嗎 好開始我們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豪宅的主人 擁有250萬豪宅的 立院榮譽顧問陳柏惟 我都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大家好三句 好那接著是歡迎 民眾黨裡面講真話 我們昨天有跟他做視訊連線 是前民眾黨台南黨部的主委 蔡婉晴 各位先生朋友大家好 我是婉晴 好左手邊來介紹 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民進黨令委蘇巧惠 各位好大家晚安 以及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卓冠婷 各位好大家好 查帳很忙的貓貓等一下 就會來到我們的現場 好我先請教柏惟 今天陳佩琪他在臉書上 PO了一個長文 那他有解釋說 看豪宅的一些來龍去脈 我們先細細的來看 他說因為最近小孩都去國外 所以一個就是人家所謂的空潮起 很無聊的 先先沒事他就到附近去看看房子 有沒有去看有千真萬確 他還列一二三四五 第一點是什麼 他看過的是沿著黨部 仁愛路 林森路 杭州這個地段去看 這個不簡單 不過他說是去看辦公室 我不知道他這個是什麼樣的意思 然後說印象中房屋的 擁有人會出來接待 這個其實是滿特別的 還有他說有沒有去看過 就是1.2億的豪宅 他說好像是 我確實有看過 約略這個價位的房子 我們都進不去 他有看過約略1.2億 也沒有什麼驚訝 好像就是日常生活 像吃滷肉飯一樣自然 我有去看1.2億的房子 可是天很黑看不清楚 也不記得建案的名稱 然後後面就講到說 他其實是有要換屋 我感覺應該是包括朗東 包括柏維你們這陣子 在節目上給他一個靈感 因為換屋的話 好像比較說得通 不然你哪裡來現金就會起人疑鬥 好 那我請教你 你看完他這一篇了沒 有 有什麼感想 好 這個現在時間是8點左右 這邊是新台灣加油 10點有一個新台派上線 昨天我公開的講 陳佩奇在那邊模糊其詞 民眾黨說不予回應 這樣子的回應太老 建議他就說那個 不知道是金主還是房仲 這樣子比較合理 因為去看房子帶個房仲 房仲如果有錢 房仲如果是建商 房仲如果是金主 房仲如果是財團 那個也沒有關係 就鑽鬼的好 所以今天陳佩奇有在看 陳佩奇晚上都看三立 所以他有聽到我的建議 他今天就出來發一篇文章 講了一大堆 只有一句話重點 就是我帶的是房仲 其他的都不是重點 我用Ctrl F這個叫做 搜尋 搜尋說這一篇裡面 他的印象中出現了四次 他的我的記憶很模糊 天黑沒記憶清楚 確實不太明白 這個類似的詞出現十幾次 這些詞語就表示 這些詞語什麼印象中 什麼話 後面的話你都不用當真 因為他只是印象中 這個 這個什麼印象中 印象中都是有人接待 印象中這個房子怎麼樣 印象中 真的我隨便圈一圈 就圈到一大堆 這個 就新聞寫作的角度來講 這個零分 這個退回去重寫 不過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你知道他們主體裡面 有一個主創團隊裡面 有一個叫陳志豪 一個叫吳一軒 吳一軒的外號叫做網路溫度計 有嗎 他是網路溫度計嗎 他有一個溫度計的梗圖 大家可以看 對 他在當記者的時候 他在當記者的時候 網路溫度計吳一軒 他就在那邊看說 民眾黨最近討論的熱度如何 因為柯文哲要躲後面 黃珊珊推出去 黃珊珊被燒 被燒到這個 要這個等於說能量減低 然後陳志豪也被燒 所以要推別人出去燒 柯文哲要躲好 燒到沒人 一看一看 民眾黨沒人討論 吳一軒就建議說 不然夫人再發一篇 所以他們其實 他們不是故意 他們不是要讓這件事情 慢慢消失 他們是要讓這件事情 一直被討論 陳佩奇看房子有什麼了不起 討論兩天我都覺得太多了 你偏偏有辦法 在第三天早上再生一篇出來 我跟你講他們做新聞有一個特色 如果希望大家不要爆蛋 又需要解釋的 他都下午偷偷發 然後我們就來不及討論 但是這種早上七八點 還沒上班就已經跟大家說 這個 我傳媒奇這邊的文章背後的意思就是 拜託大家來討論我 求你們跟我講 一定要看我的文章 我的豪宅只是看看而已 我跟大家講 什麼時候你會用逛街的心態去看房子 這個東西叫做必需品跟奢侈品的差別 我餓 我餓到不吃飯就活不下去 那個叫必需品 那什麼叫奢侈品 除從滷味裡面的海帶乳蛋皮蛋豆腐 這些東西叫奢侈品 你可以看看奢侈品 但是你必須要先買必需品 你必需品買得起的時候 你才開始會去思考奢侈品 請問一下1.2億的房子 是參風露宿嗎 是他們平常都在公園打工 拿紙箱鋪地墊 以天空為頂 然後以草地為地板嗎 沒有 他們本來就有家 他的孩子也有一個房子 對 這個客家從來不缺房子 他如果真的缺新竹 都還有一塊農地可以蓋 雖然是違建 農地 蓋農社 他本來就有租遊覽車 他的地墓使用本來就特別奇怪 但他們並不是非這個房子不可 所以對他們家來講 這就是奢侈品 都還不跟你討論什麼 一個名字有幾戶 有沒有這個 未來變賣投資正宇的問題 這個房子就是奢侈品 但是他的奢侈品的單價 就比如說像我們手上拿一個包包 有些人會拿三五百塊 有些人拿三五萬塊 有些人拿三五百萬 這個就不一樣意思 所以他的奢侈品等級來到1.2億的豪宅 注意喔 這一篇文章他是有承認 他是有看過約略那個價位的 那表示說他的確有逛到那個等級 所以其實是怎樣 他們的奢侈品可以買到那個數字 我問我房仲朋友 他說兩三百萬的人 會看一兩千萬的房子 他會算說我每個月可以還多少 然後我認真工作貸款來還 可是如果要買到一兩億 就是說所謂奢侈這個叫什麼 豪宅稅以上豪宅基準線以上的 台北是七千 可能高雄是四五千之類的 在這個豪宅稅以上的 他應該要東一個四 最早最多只能帶四成 只能到七千萬 這個很多人講過 如果買到這個豪宅基準線以上的 通常都是現金三五倍才會去買 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如果只能買得起一碗麵 那我就只會買麵 但當我很有錢的時候 我點小菜大腸啊 豬頭皮啊 肝臉我就會亂吃 所以今天他把這些東西 當作豬頭皮在逛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的現金 現在已經好贏到什麼頂度了 但是問題是 你好贏你的事情 你好贏我又說不行了 你好贏有的時候 台灣選舉大家的人說 讚 這好贏人這會變成金牛 但你好贏有大家的好贏嗎 你好贏有你的東環好贏嗎 你的東環好過嗎 你好贏有給台北市民好過嗎 你的選總統選了之後 有給台灣人拼得好過嗎 沒有 這變成說一頭做一頭 這才是柯文哲這一次 行為或者是他的家人行為豪奢 但是又訴求勤儉 造成的形象反差 最後一句話 我才想到他選前苦苦的呼喊 200 300 500 我一直以為是遠 結果原來是萬 如果還有那兩百萬 三百萬 五百萬的 我民眾黨讓你怕好 要怕怕不好 因為喔 剛剛博文講的問說 逛街心帶看房子的經驗有沒有 真的沒有啊 沒有啊 我答不出來 我真的答不出來 他不是看一間 他都看好幾間 怎麼可能會用逛街心帶看房子 真的喔 那算盤在得半部 而且什麼時候會去想要看房子 領錢啦 領薪水嘛 然後撿到錢嘛 中樂透嘛 意外之財嘛 他這邊選在選舉之後 去看房子什麼意思 選完了有 突然覺得該看個房子 沒有啦 他們有很多的不同的計畫 來我再拿回來 因為他其實是要換房嘛 對不對 來我們看 因為他有解釋 有有看 可是他要幹嘛 這個最厲害的是 約略1.2億天很黑 我就不記得 進來名稱沒關係啦 但是天很黑看不清楚 也不記得 天很黑看不清楚 中正區耶 燈很亮啊 不是什麼田間小路都不是 然後他說很久以前 就有換屋的計畫 他想要幫自己找一個 安靜的住所 說他常常找的是 叫做林夷街 林夷街大家沒實在 來 大家看一下 林夷街在那裡 他們真的都是生活在 蛋黃中的蛋黃的地獄 那個地方 這一帶 他們在杭州南路有房子 拿這個已經過戶給兒子 林夷街在那裡 這家看的那個建案 目前推論可能是這個建案 是在立法院旁邊而已 那離台大醫院什麼 環境就是這個生活機能 這是人愛路 這個鬼中通戶王 你看林夷街 他說他要在林夷街這附近 找房子 他說他的理由也是滿好笑 他說因為那邊什麼 像八卦鎮記者會迷路 所以他覺得比較安全跟自由 我真的不知道這裡 跟他原本的家的差別在哪邊 來 朗東 對 因為過去的時候 在跟連勝文選舉的時候 連勝文就在講說 內湖晚上都黑壓壓的 被大家笑了很久 結果現在發生了說 中正區對於陳北楊也黑壓壓的 黑到他有沒有去過這棟樓 他都不知道 你中正區是非洲大草原嗎 你晚上走過去 難道你不知道說整個近南路上 就那一棟特別高 旁邊的這個立院大樓裡面 那一棟原立的建築物 就非常突兀在那邊 你有去逛過 你就一定知道 為什麼陳佩琦今天要去講這個事情 非常簡單 他要消毒 他知道說只包不住火 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管是房仲 保全人員 還有募集者 準備要出來爆料 這個爆料內容是非常聳動的 是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說 他看了三種類型完全不同的房子 是三種類型 三種類型 你看他自己 他文章裡面都公認了 哪三種類型 第一個他去看辦公室 沿著黨部的人愛林生航說 這個文章我看了十遍以上 所以看得非常細 第二種他看小宅 小宅是用來幹嘛用的 因為他兒子要換房用的 對 也是在淋漪街附近 還有他自己也想換房 沒有他自己對 想要給自己另秘一個安靜的住所 那這一段 因為他是在講到立法院附近那一棟 所以原地的那一棟應該是他自己要住的 所以他總共看三種類型的房子 辦公室 然後安靜的住所 就是原地的那一棟 然後再包含是說 有去看他兒子換房用 所以他不是一點惡意 因為林一間你上去找 有電梯的房子 最便宜的四千多萬 而且是比較老的 屋林可能已經有二十幾年了 如果你要看稍微新一點的話 六七千萬跑不掉 那他自己住的這種一點惡意 他準備要看的 還有辦公室 辦公室可以便宜也可以很貴 所以加在一起兩億三億都有可能 他沒辦法解釋是說 他夫婦財產申報之後 現金就是兩千四百多萬 他們退休金四百萬 加在一起怎麼算就是三千萬 三千萬的人 你怎麼去看兩三億的這個房子 他去看這個房子的話 多少少這些所謂的房仲這些 先了解一下 你們的這個行業是什麼 你們的財力跟財產怎麼樣 像我平時不是沒事就不會去看一個一一一的房子 自取其辱嘛 房仲就問說 溫先生請問一下 那你目前準備的現金水位到多少 我要不要跟他說謊 要不要跟他講實話 講完實話之後 我喝完他給我那罐水之後 我就得離開了 他就說這樣可能不適合你 對 客氣的請我離開這邊 那我何必給自己找難受 他會用一種 你看他是什麼心態 他說那時候是天黑 剛好他婆婆然後就 就在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的這個之後 順便在那邊散步 然後走一走 然後就走到 六七點 他婆婆就趕他回去說要煮飯 這邊其實有個破綻 因為他前面講說三個兒子都出國 他老公就柯文哲 就來中南部跑 所以所謂要煮飯 就煮給自己吃而已 其實他後面就去買個便當 順便散步 一般散步的話 你只會去逛全聯 是散步是OK 你不會去看全聯老闆蓋的這個房子 因為那個架沙實在是太大 他用一種散步的心情 然後去逛這個房子 所以他說 而且他這個時間點什麼時候 他還直接告訴你 最近三四個月 那三四個月什麼意思 四月份的時候監察院給他們打回票 告訴你說你這個收支帳目不符 他們一對之後發現有剩錢 他們說剩下幾百萬 然後柯文哲以下又說剩兩千萬 然後結果五月份這個時候 治療這家公司 陳培吉自己承認 人頭公司嘛 他用他兒子名義就成立了 剛好就在這個時間點左右 他們就去看房子 所以整個事情所恐怖的點就在於說 你這麼大的這個金額 如果他只是看一些什麼巧克力屋 糖果屋 香蕉船 沒有人會在意討論這個事情 就是他愛吃甜點的 我覺得你真的很愛吃甜食 對對對 沒有人在意因為金額小 你怎麼看都無所謂 他要看兩千萬的房子 我們節目也不用去討論 當你要看這些錢 已經超乎你政治人物 跟你的醫生收入正常所得的這個時候 加上你有多筆政治現金財產申報是假賬 沒發票申報不明 時間點又吻合在一起 大家怎麼可能會不討論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假設他這個治療公司 沒有被四常貓 沒有被他抓包抓出來的話 他們就把錢到牧口之後 牧口下一步就可以去入股 治療公司 或跟治療公司簽一個 資訊顧問合約 這牧口的錢就會轉到治療 治療可以用法人的名義購物 也可以用各自然的名義購物 就是他兒子的名義去買 他兒子就買到這種房子 等於是過程當中有很多 你不知道哪裡來這些資產 可能包含政治現金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洗成 規避他兒子 規避他兒子的錢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要出來解釋這一大串 因為他要先做預防針 他預防說 有人說是看辦公室的 他要先預防掉 對 我有看辦公室 有人預防說 他是看淩宜街的一個比較小房子 對啦 我幫他兒子換屋 幫他先看因為他要娶老婆 有人也會說他有看真正等級的豪宅 像圓立這一棟 他說對 我有去看 但他沒有講一個細節 現在有報料說 他看圓立還不只看一間 他看了三間 對 看了三間有點勢在必得 就是我太喜歡這棟建築物了 我看完13樓之後 我還去看15樓 看完15樓之後 覺得看一間還不夠 西塞的部分看完 還看那邊東邊的 所以15樓另外一間 他也跟著去看 好像一定要買這個一樣 這個又問題在於說 因為圓立建設 他在台北市 是要推大型建案的 是有一個有爭議的大型案子 過程中他的這個建造 就在柯文哲期間 已經在跑 現在在講完時間 還在審嘛 還在改嘛 那如果柯文哲 他有在這部分有所參與 他有類似金華城 這種容積率或獎勵的 什麼放寬的一個事情 去給原力的話 他這個就百萬 就是有貪污的嫌疑 當然檢調還是要去查金流 以及那個房屋的所有權人 是不是有原力的持股 有可能他們賣掉好幾手之後 跟原力的金 沒關係 沒有關係 好但是我們用最保守的說法來講 你的這個夫妻的財產 現金才兩千多萬 結果你前前後後 看三種類型的房子 加在一起的總價 已經逼近兩億三億 這種金額的時候 大家就不一定要問嘛 你說落實居住正義 結果你就看房1.2億 大家就覺得這個完全是完全對不起來的 他畢竟不是一個個人私得的問題 而是他必須要完整跟大家解釋 你的帳目 你所消失對不上的一個帳 到底跟你去看這些豪宅 所謂的這些房子 到底有什麼關聯 他到底要看什麼類型的 還是真的錢多到三種都要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的確是被嚇到 因為看豪宅 不要輕輕拆拆就能進去 所以有一些其實是住戶被嚇到 陳佩琪要來看我的家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些仲介業也引起的轟動 這我們是做示意圖 因為爆料人的確是這樣 就是說柯太太7月底的時候 房仲有去帶看 但是他們除了這一棟的13樓之外 還去看了15樓的兩間 13樓要看15樓也要看 那這邊有一個消息是說 那個烏鋼大王廖萬榮 是這個同一棟的住戶 那不知道到底跟他有沒有關係 因為說陪看房子 還是他買房子 還是什麼樣子 目前還有需要更多資訊 再去補充 你知道嗎 這個房子光是車位 嚇死你 這個車位我們都買不起 應該說要再存久一點 再存久一點 以後可能就買得起了 賣公寓可以買一個車位 賣兩個公寓才能買一個車位 不是 駁回的房子要賣四個 怎麼我房子變成單位了 我覺得你剛剛說到 那個停車位買不起 其實所有那棟大樓的任何一坪 我們都買不起 所以我們辦公室現在大家 因為在看這個房子以後 大家都有興趣 大家就想說好 因為立法院旁邊買 買不起 那我們用租的可以吧 你知道還真的有 我們在那個網站上面 真的有看到 你知道租一個月要多少錢嗎 15萬 幾倍 15萬是80倍 而且它上面是寫說 方正三房含庸人房 這個年代還會有寫要庸人房的 表示這一棟房子裡面的 都是非富即貴這樣的狀況 對 所以我們真的會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跟大家的差距 實在太遠了 你1.2億大家沒有辦法想像 但是15萬的一個月 拎包入住的價碼 我想這個也是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 好 那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紹 這個停車位要多少錢 停車位多少錢 他的停車位怎麼那麼特別啊 一組三格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有很多車要停 一組三格 最貴的要 1600萬 1600萬大概就是蛋白區 兩房左右規格 他是拿來放車的 來 那個 台大名醫師警鐘他有分享一個經驗 他說以前聽聯醫的其他醫生講說 要去地保看房子 然後保全說 你是醫生喔 謝謝 然後就把他請出門了 醫生都沒有辦法進門 他說白白是醫生 陳佩琪的身價跟讓同行 其實非常的羨慕 來冠婷 我先講 柯文哲跟陳佩琪兩個都當醫院的主任 在這件事情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應該是少數幾個評論人當中 去講說 他們的財產是買得起的 1.2億這間我算是買得起的 怎麼算 他現在有三間房子 有三間不動產 有七張保單 現金有2400萬 把房地產 他有三間房子 他不是就是杭州南一間兒子的嗎 杭州南一間 新竹一間 新竹還有一間 然後澎湖老家也有一間 你把他澎湖都算進來了 還有農地 農地還沒算 所以關鍵我要講 不是仇富 關鍵是柯文哲你很假 然後柯文哲你遇到這事情 你就坦蕩蕩的講 對阿的看祖母你要怎樣 一對夫妻是醫生 當幾十年 他們理財有道 買一間一億的房子 又怎樣 可是為什麼柯文哲不能這樣 柯文哲變來變去 第一時間發生的時候 他們怎麼講 看一看台灣房地產很貴買不起 對 然後陳被吉說買給小孩 今天的講法是講說要換房 大家說是換柯文哲的房還是換小孩子的房 不好意思都換 柯文哲的房要換 第二點 第三點小房是要幫兒子換 還要再看辦公室 不好意思我無法幫你講 如果三間都看 你絕對買不起 所以回來為什麼你會變成變來變去 然後連誰陪你去的 因為包含有林冠年等人出來指控說 柯文哲去看房 有什麼金主啊 有什麼企業家陪他看 他們回來回的講法說 印象中只有仲介陪同 印象中 如果今天有男女朋友被問說 你有沒有跟某某某去看電影 兩夫男女朋友吵架 然後另外把我印象中應該沒有 是不是就是有 就是印象 不是 我跟你講他的印象有很多 你剛剛不是說印象中是房仲嗎 印象中都是房子 有沒有人出來接待 印象中 他的印象 每一次的印象都不一樣 他把統整區的房子 講到好像鄉下的房子一樣 就是在這邊敲敲門之後 然後就有人出來 然後從 他突然來了 那邊 那邊 朗東哥講的有一段 那個是完全 只要大家有買房子 租房子有去看房 都會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他說 他去逛街的時候 那個附近買吃的東西的時候 順便去看房子 順便看房子 觀眾朋友 我不要講豪宅 你家隔壁的大樓 你就順便給我看看 那門口說一個送 那個電話打去 他還要說你還要跟我約才能來 一般的大樓都這樣 晚上看房子 剛才是順便看房子 後來加一個晚上看房子 請問誰看房子會晚上去看 沒錯 晚上有空 你不要這麼挑剔好不好 不是 正常人 不會有人晚上去看房子 連管理大廈的管委會 都會規定晚上不能看房子 這個是普遍的認知 那你比較有經驗 對 因為你晚上看房子 陰影 下雨 光線 等等 對啦 但沒關係 跪下講 就像特立晚上要看 抓緊傳媒的時候是什麼 我要講為什麼 我說很假 柯文哲你只有兩種情形 而兩條路都走不通 第一種情形是 你以前在裝窮 第二個是你以前真的很窮 現在變得有錢 我先講裝窮 為什麼講你裝窮 2018年你選台北市長 我說你跟大家怎麼講 要選這個局 兩千萬房子 去貸款兩千萬 大家還記得吧 貸款兩千萬 對 說選舉的錢 我跟大家講 大家都政治人物內行話 跟大家講說 我去貸款兩千萬 這意思是什麼 拜託大家快捐我錢 這一句話的背後是要請 就是喊窮 喊窮 都斷吹了 我都要拿我房子 去貸款兩千萬了 拜託支持者們捐我錢 這句話意思是這樣 對 那代表他是真窮 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當時是真窮 那為什麼 這幾年你在公職收入是固定的 對 老婆收入固定 突然變有錢 這就是年到剛剛 大家最一開始 所質疑的 是不是發選舉財 無論是政治獻金 還是說後來選舉補助款 沒有捐 他講要捐沒有捐 還是說木可的金流是流去哪裡 奇怪 這是被質疑的點 第一個叫真窮 第二個叫裝窮 什麼叫裝窮 就是以前這些都假的 以前根本沒那麼窮 以前都騙人 所以這兩個你放在一起 就會讓人家覺得 無論你是以前裝窮 還是以前真窮 你這條路都走不通 所以導致結果是什麼 陳佩琦發了一篇 又讓我們討論一個晚上 然後我真的完全 完全瞎到底 你去看房間又怎樣 到底關我什麼事 可是現在質疑的點就是 你為什麼昨天跟今天講不一樣 今天跟前天講又不一樣 然後到現在為止 台灣沒有一個共識 是你到底去看什麼房 你要賣給你的 賣給你兒子的 買辦公室的 沒人知道 我覺得這是最讓人覺得奇怪的 好 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要換房子的話 他們現在這個房子 要看的房子是八十幾坪的 那你覺得他們家是多大 會想要換八十幾坪的房子 思考一下 三四十坪 三四十坪 六十坪也會可能想要換大的 對不對 差不多吧 你知道他現在的房子多大嗎 不知道 現在的房子 八十四坪 那你說現在的房子 八十四坪 你說我要換一個八十幾坪的房子 請問邏輯在哪邊 邏輯在哪邊 邏輯在哪邊 在地點的問題 當網路名嘴 當我們這種節目名嘴 可能會想要在內湖 或者是在這個民生社區 民權大起來比較近 然後你如果是時尚玩家 夜店咖 年輕人 你可能會想要信義區 你如果是慢慢的可能覺得 我有用一筆財產 這個要顯示我的富貴地位 你可能會選陽明山 誰會選立法院旁邊 就是政治人物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跟曉輝 雖然我們不同選區 我們如果能夠在立法院隔壁 有一戶的話 那很方便 不要說是不是自己住 來當招待所都理所當然好不好 事實上那一洞裡面就有 某一個陣營的招待所在裡面 我常常看那些人出路 有啊 有啊 好了 坦白講 就國民黨的 然後對面也有不同陣營的 他有一個一層樓的辦公室 附近就是 因為中華民國權力最集中的地方 不管說你要用比較世俗的 喬事情 或者是說比較禮貌的 叫做大家可以來我家做 做泡杯咖啡 會選那個地方的 NGO隔遠政治人物政黨 就只有這些選項 你不可能幫小孩子結婚 房子買在那邊 如果房子買在那邊 就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柯智瑤是滅火器的粉絲 因為在陳抗的時候 他可以在陽台看滅火器的表演 在那邊拿旗子倒雨天空 又不被柯婚者發現 不是 我跟你講你昨天講這段的時候 我有幫你想一個 他也有可能是陳柏惟的粉絲 因為陳柏惟在清了行動的時候 那你會上台嗎 艾德峰 確實 我跟 不要讓人家知道太多 他會被他爸爸嗎 那主委我要先請教 就是我們討論很多 這個不合理的細節 那就你 你現在還是黨 有沒有黨員的身分 我現在還是黨員 我剛好卸任了主委 那你卸任主委 不是幹部 但是不管就是說 你就民眾黨的身分 你來看這個事情 你自己 你是要幫忙緣呢 還是說你自己也覺得說 觀感的上面不好 其實我老實說我今天上節目 我是帶著一個極大的勇氣來上 我剛才各位來賓講得很好 我真的有點招架不住 是因為我剛好跟我說 我是來這裡被洗臉的 你們沒有講 沒有 我們沒有要洗你的臉 然後我們 我們這水是用喝的 不是用潑的 我背的是 收起來 我背的是黨員的身分 但是你們講的 這是我們黨 正在發酵的事情 然後每天都有人 沒有辦法來止血 沒有辦法來拆蛋 你主要的幹部 林高先生這些人 你到底在幹什麼 可能就像柏惟跟妳講的 佩琪 佩琪醫師 我們也期望他 可能是當事人 沒錯 你要看房子 要買房子 其實我跟這都稍微看事情 但是你為什麼要在早上 一早就發這個新聞 真的感覺是有節奏的 你是要幫誰去遮蓋什麼事情 或是幫誰拖時間 所以他們要把我們引導到別的地方 然後木殼是不是就脫生了 我自己跟佩琪醫師有過交手 他有來台南 我也覺得佩琪醫師 穩穩他其實不太會發表什麼意見 但是我們最近這一波操作解釋 為什麼時間到哪都定時 丟一顆炸彈出來 黨內也在 黨員也在燒小草 也在燒什麼 佩琪醫師 你不要再講話了 大家也在黨內 群組裡面都在講 你是說你們自己的 對 黨員也在講 你們的同溫層 佩琪醫師為什麼要發這個文 這感覺是家內事不要再拿出來講 那我就想要想 那請問現在 靖總 當初的靖總的這些成員 包括現在在檢討所謂的 帳戶怡允的這些高層幹部們 你們照理說 你現在是要來幫主席拆彈 感覺不是耶 你們是不是在 像前兩天 他又跟佩琪醫師跟陳志然 早期在喝咖啡 這個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沒事PO這個幹什麼 沒事PO這個 害貓貓也在那邊站一個 對 你是在把大家的方向倒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高層 你們頭部是卡住 你要出來拆彈 你怎麼一直在解很多的彈 要再丟下去 然後你是要叫陳佩琪來接 還是要叫柯文哲來拆 然後講來講去 我覺得視察 突然覺得你真的 比較像是我們的拆彈小組 我一定要打斷你 因為你最恐怖的時刻到了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陳佩琪她發文的最後一段最重要 他說還有很多事情要聊 這個周末 還沒結束 所以我才覺得這一切太荒謬 陳志然你身為拆彈小組之一 好現在三三是被停犬沒關係 那你是幫忙 你是等於是第二高 你是藝人之下而已 然後你要出來幫忙解釋 你現在我們今天看到他又在臉書 又在嗆議員 嗆誰 要罷免誰 其實我說真的 你現在要處理的 不是你個人恩怨 你是要幫整個黨來拆解這個炸彈 然後現在他變成說反過來檢討說 只要在電視台 在媒體講民眾黨的 實話的我們的這些人 就會變打成你們講實話 你就是在說民眾黨的派 你就是靠黑 我就是靠黑 所以說我怎麼會靠黑 我黨政都還在這裡 我還沒退黨 你真的要逼我在節目上 要真正在這裡宣布說 我要退黨嗎 對 要定著不然拍不到 我是真正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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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現在 你就急著在幫我們打成說 你這就是為了要討什麼 我們包含我們黨內 也有台中的議員 跳出來幫忙講說 對 我在講什麼話 就是為了沒有位置可以說 我說誰稀罕這個位置 我現在在鄉下在鎮床 我說鎮床所在的小孩 我現在南部的鄉親 都在跟我說 早就跟你說 你不要這樣插這些事情 我說我沒有照片 我當時就是主委 我現在就有義務 當初來回溯說 當初四百七十萬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出來講 我也是希望黨 你應該要來幫民眾 幫小草甚至是支持者 來解疑惑 你怎麼會越多 越來越多的疑惑 然後看來 你陳自然真的把他們動交 第一線在幫你解釋 希望為小草講述心聲的這些人 你當中什麼 搭賽會討價 搭分會討厭 你當中會做這些事情嗎 你也想清楚吧 我們還沒變成科黑 已經先被你在所謂的黨員幹部 先打成科黑 反正出來講實話 就等於是講黨壞話的人 我覺得一個重點 就是說為什麼主委這邊 你要釐清說 那個錢是怎麼樣 其實因為他沒辦法說服說 你這個錢怎麼會是這樣花 這其實是一個很主要的重點 那貓貓我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 那個房子的部分 那個房子 你有什麼意見嗎 租屋竹 害我一大早就被吵醒 怎麼了 因為他是今天早上發文 一大早發文 你知道大家鄉民 其實這一陣子 就是非常非常盯著佩琪姐 所以一發文 到處就會敲說 佩琪姐早上發文 你趕快去趕快去看 所以我一大早就被吵醒 跟著去朝聖 那大家朝聖點不一樣 有些人就覺得說 他這幾天講話都反覆 然後有些人就覺得說 原來他不只看一棟 他看好幾棟 但是我們重點就覺得說 原來佩琪姐前幾天說是 因為前幾天她講說 是孩子要結婚 新婚房 我們還想說 是個愛孩子的媽媽 今天看才知道 她是買房子 是要給兒子壓力 她是要逼兒子去結婚 她直接這樣子寫 我就想說 是一個情樂的婆婆 一個情樂的婆婆 然後把她的文章發上去 你想想看 就算現在你的兒子真的有跟 有一個女孩子就在交往中 現在看到一個情樂的婆婆 她敢不敢嫁入你家 她會嫁入你家之後 就突然有個什麼婆媳問題 她早上就發文了 對不對 她會不會這樣抱怨一下 又發文又情樂你 很可怕的婆婆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斬斷你兒子的那個情緣好不好 但是想想也是啊 就是情樂的婆婆 我最少要配個1.2億的豪宅 不然的話誰要加進去 情樂我 情樂我 你情樂我 我馬上去娶妻 人家要的是媳婦 對啊 人家要的是媳婦 對啊 可以事後成果定型 不是啊 那她不是有兩個女兒嗎 朗東你還是有機會可以報名的 可是沒有沒有 現在網路上就是都在討論啊 為什麼買的房子 為什麼所有的好的 都是先想到兒子 為什麼從來沒有想到女兒 這段其實現在在網路上 我本來講已經也討論蠻多的 不曉得他們家有沒有其他故事 因為她以前打過女兒啊 之前有新聞啊 兒子賞兩房 女兒賞巴掌 目前的訊息是這樣 對 然後呢 她又是講說 她要那個安靜的住所 有沒有 她特別講的 我想說你安靜的住所 怎麼會選到這個 因為很多人沒有去過現場 可能不太知道 立法院這邊 立法院旁邊這個是 中心道路 就是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然後旁邊這一棟 就是她去看的1.2億的豪宅 立法院距離她 大概就四個三十公尺 然後整天都在那邊抗爭 三不五十抗爭 吵得要死 喇叭麥克風在那邊吵 我不知道說 是要怎麼樣看一個安靜 因為她說她看房子的時間點 是三四個月 剛好就是青鳥東路那個時候 的時候就吵得要死她去看 因為青鳥其實是五月 五月那時候真的正吵的時候 對 就正吵的時候 所以我今天看到 翠上面有一個人講說 有一個青鳥他講說 想不到我們當初在抗爭的時候 佩琴醫生也在我們的周遭 在周遭看房子 對啊 所以就是覺得說 我們會覺得說你就借口 你想買房子你就買房子 不要硬要凹一些 就是覺得說跟你昨天講法不一樣 跟你前天講法不一樣 想買就大方說出來 小草沒有在意這些的好不好 你想買小草會努力捐的好嗎 買房子應該是不能用捐款 但是他們家到底是現金或是怎麼樣 大家會因為營造的形象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才會覺得那個反差是特別的大 那我們進一步我要來看一個東西 是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 陳志涵有幫忙在解釋 他幫忙 我更正不叫幫忙解釋 是幫忙開戰 幫忙開戰什麼 我請教冠婷 因為他不是在那邊罵說 有淑慧 有淑慧說什麼 是不是柯文哲家堆滿了現金 所以你現在買房 你都是不帶款或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事情的解釋 你也可以 因為那個那是別人贏道的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一個黨團主任 也不需要講這個話 除非真的就是這一切 陳佩奇PO這個文 把重點集中在這裡 是他們精心設計 不然今天陳志涵的回應 我真的是完全無法理解 怎麼會這樣回 源頭是這樣 有所謂他覺得說 陳佩奇要來看房子 懷疑是不是柯文哲家裡堆滿現金 這個懷疑 我說懷疑一下沒辦法 為什麼他可以懷疑一下 因為你的政治現金 相關的申報你的財產 現金2400萬 你要買這間房子 你至少現金7000多萬 其他的5000多萬哪裡來 我剛剛像我卓萬婷的推測是 你賣房拿這5000多萬 有所謂可不可以認為說 你叫我現金去買這個7000多萬 這他的假設 結果陳志涵今天跳出來是講說 所以說我在看房 尋房的人家裡都堆滿現金嗎 就開始回嗆了 嗆完之後 也嗆那個林嚴鳳 然後說請問林議員 你是去蔡市長聽到了嗎 因為林嚴鳳講說 民眾黨的金主陪看房以外 陳志涵是不是也陪 陳佩琪醫生看房 結果今天陳志涵這樣子講完之後 網友有沒有支持他 底下的留言 我念記者給大家聽 有人講 羨慕能領20萬被罷免的資格都沒有 如果底氣不足沒有足夠金錢 哪敢看1.2億豪宅 月薪20萬連帳都找不到 當然你的議員都不怕 下面一整排留言 都是在嗆陳志涵的 所以這提油救火 你沒有解決到真正大家的問題 大家的問題是 財產申報上面的現金沒這麼多 你現在不只看一間 你貼完文之後我們剛才講 看小宅 看大宅 看辦公室 你的錢哪裡來 你只要跟大家講 你錢哪裡來就好了 不用扯這麼多 當然後來就是被罵翻了 好 來有關於錢的部分 我們今天繼續 我們來挖掘一塊 來挖掘什麼 這個又被翻出來說 柯文哲他的政治獻金裡面 出現我們看後面這邊有澳門的 有東京的千葉 日本廣島 香港 上海 普陀區 各式各樣 那來做過立委 我先請教僑會委員 這個是不是政治獻金的ABC 你如果是 因為我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本國人 然後是因為如果外籍人士的話 是不能夠捐政治獻金嘛 他們初步回應說 我們都看過他們身分證 不過因為他們現在初步回應 所以我們都存疑 他之前也是說這個政治獻金不怎麼樣 結果呢 結果不是自己連自己查賬還查出了一堆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更多的東西 我想政治獻金法的第七條 其實就有很明白的規定 哪些人是不能夠 不能夠捐政治獻金的 那簡單來講大概是幾種 一個就是有累積虧損未彌補 就是你這個公司不賺錢 這樣子的有虧損的盈利事業 是不能夠捐的 然後和政府機關有巨額採購 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的契約廠商 也是不可以的 然後大陸 香港 澳門 或外國資金 這個寫得明明白白 就是是不可以的 然後最後是畏懼有選舉前的人 其實這個法律規定是白紙黑字 寫得非常明白的 我覺得在這裡 因為我們幾位其實都是有選過局的 或者是主委 也對這個也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狀況 這其實在每一個層級的選舉 其實都是適用同樣的狀況 這個不是因為要選總統 有特別奇怪的規定 或者新超出來的規定 這個是每次選舉 真的就是貴雅剛剛說的A B C 大家都要很清楚的狀況 但是我們必須說 我們這位郝酸姐姐 我也都知道 郝酸姐姐很沒用 所以候選人 不可能每一筆帳 都自己去看 自己去記 所以要有總幹事 總幹事因為也負責很多事情 所以下面要有精確的財務部門 這個財務部門通常是直接對總幹事 就是這麼簡單清楚的狀況 然後在過程當中 其實各位要知道 因為熱情的民眾其實很多 我們都非常感謝 但是就是因為法律規定的很嚴謹 所以常常人家捐來了之後 我們都需要打電話回去 一筆一筆要回去說 請問一下 你的資料是什麼樣狀況 甚至是有些熱情的人 公司捐來了以後 我們還要倒回去看 他的這個公司是有沒有出狀況 就是剛剛說的虧損的狀況 因為如果是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不但你公司要罰錢 我們也要被罰錢 所以種種的狀況來講 這個是很繁瑣的 而且都是大家必須知道 所以我們沒有看過哪一個選舉陣營 不管是藍的還是綠的 現在是只有白的才是這樣 我覺得我今天把查賬的任務 交給貓貓 查賬的部分 我覺得你真的是很用心 因為這個昨天看這個版本 我們先看這一邊 昨天看這個版本 雖然有框起來 很清楚沒有錯 可是你經過在做一些細節 又放大之後 真的有感覺 這個便當都浮出水面了 完全不一樣了 那我們第一次抓到的是這兩間 台中的壁比登的慶元春 因為他的帳很可疑 可是後來發現 你這樣子對上去之後 為什麼同一天要吃那麼多杏田便當 請教 對不對 為什麼同一天要吃那麼多 畏畏鄉小吃部 冰果餐館 就是 他有的是 基本上金額是一模一樣 你看像是這個便當 除了第一筆不一樣 下面都 我開始懷疑 他們是不是一直在 做重複登記 就是我數人頭 我明明知道我們現場 1 2 3 4 5 6 7 就7個人 然後我一直數 14個人 就很奇怪 所以你看這個帳 出現什麼問題 是這樣 因為就是說 他們查帳記者會 開禮拜一跟禮拜二 然後害我們禮拜三沒梗了 害我們還要自己去查帳 所以 對我本來想說 他們每天開記者會 我們每天有梗 我們就不用 你本來有一個源頭去抓 你現在沒有源頭 我只好自己去找源頭 本來期待他們每天報個什麼 5萬6買蜂蜜 都自己講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慢慢 他報多少 我們就聊多少 本來是這樣的 誰知道他開兩天 就沒有了 害我就想說 好啦 那我就只好自己去下載 所有檔案 我就去監察院下載 他們就是捐款18萬筆 然後支出8000多筆 所以加起來就還好 我就下載說 你知道因為監察院的資料 就是他的那個官網其實不好搜尋 他那做的蠻爛的 但是你給他下載下來之後 有改進空間 你用那個Essay這樣拉一拉 其實很好看 就很容易發現怪怪的 不一定是有辦法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他實際狀況 但是我們看起來就怪怪的 怪怪我們就提出質疑 然後就例如說像這樣子 我就是拉那個 我就按照那個 我先找我喜歡的那個關鍵字 因為你知道我最愛看的就是 便當 餐費 果實費 我先把這些全部叫出來 然後按照日期排例 然後按照日期排 然後把一些怪怪的東西 給他收集起來 就出現這個東西了 就可以看到說 同一天 到底是多好吃 早餐 午餐 晚餐 兼宵夜 一天吃了四次 什麼杏田便當 而且每次3千8 3千8 3千8 6千9應該是3千8的兩倍 所以就這樣子吃 那還有其他的這個 這個比較好玩 這個冯山小吃店 他吃了 他同一天報了三次帳 然後每一筆都是1萬3千多 先說這個我去看他的那個 營業登記 他好像是賣面的 好像是賣面的 不過我用那個Google去查 他是修車的 而且修了好幾年車 而且他已經沒有在營業了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今年的 這其實算很新 就是選前之夜 還是說那個Google的地圖沒有換 因為你可能 假設你說那個修車的 沒有修了是不是 修車在修 但是這家店 這家店就是沒有營業 已經修業了 但是我拉好幾年前 因為Google有歷史接近 我拉到2022年都還是修車店 後面有暗房 裡面有一個主面師傅 那家宏山小吃店 我有一種可能 就是他的公司還要登記 在那一棟樓的樓上或一樓 他餐廳在完全不同的一個位置 然後名字也不一樣 在這種狀況下 就會變得很難查 對 有可能 但是我們查不到 我們也很好奇說 是怎麼樣 因為麵店不可能有多貴 你可以這樣子三比一萬三 加起來同一天吃了 大概五萬塊錢的麵 其實吃蠻多的 然後還有 對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就是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次的 那個便當出問題 那個小雞便當 對 他那個時候我就質疑說 1月7號禮拜天你沒有營業 你為什麼可以買得到便當 這邊好巧不巧 也出現一個1月7號的排骨大王 然後我一樣去查搜尋 他一樣那一天禮拜天沒有營業 所以他好奇怪 他禮拜天都可以吃到我們平常 禮拜天吃不到的便當 所以就覺得說 他整個就是很多問題 就包括是說 這些小帳的就不算我們算大的 大的就很多 同一天然後一樣的帳目 你是怎麼樣 你可以這樣子同樣的桌 吃兩桌 還有點一樣的菜是不是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那個珊珊姐就出來 就是回答我們的疑惑 我今天只有查夥食喔 我明天要是再查個其他的分類 所以又翻出一堆 我後天再查其他分類 所以又翻出一堆 如果珊珊不出來回應 我們每天都很多疑惑啊 這樣問都問不完 所以希望珊珊出來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我先請教主委喔 你覺得有什麼可能性 會這個就是 慶元春兩筆 然後這個小吃負也兩筆 便當四筆 然後都是同一天 重複的這個登載 你覺得這個有什麼可能性 你有去想過嗎 這個其實我可能要幫忙解釋一下 是 這個其實大部分像 我們的貓哥 你查到的餐飲費 其實大家 例如辦活動 拿太久 因為跟國稅局核定科稅有關係 所以其實 你在一般的小吃店 要有便當店 它都不是很大型的 有一些甚至 它不一定有同編的 它都用免疫統一發票 其實它都會跟你說 其實我們也不希望 你一次給我開十幾萬 這樣太多 可是這個沒有到金額那麼大 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幾筆次 確實是辦活動 然後去開 然後可能店家 有的會希望說 你不要一次開太多 那會怕國稅局會差 這樣喔 九十六萬算多嗎 九十六萬這樣 我都沒辦法背書 因為我也覺得那個有比較少 一個收拾店 要吃的九十六萬 變九萬六 變成九百六十塊 加到一百一 我也覺得 這筒我也擺不下去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知道這樣的便捷這樣 但是如果像主任所講的 我覺得是 在那種比較小型的店家 山影店 它確實會有這樣的現象 一張可能五千塊 他會跟你說 沒有你把我開三千兩千 確實會有這種情況 這樣的稅會有差別是不是 不知道 有一些比較小間的 他們也會自己提出這樣的需求 有時候他們說 你不要給我一次開太大便 所以他們可能會分兩三張 但是像我剛剛有看到說 11月9號 這個我就可以解釋 11月9號 這一場是剛好在台南辦廟口開獎 那這個確實是訂給所謂的 中央還有地方的黨工還有志工 人員上面所吃的便當 這個確實是我們台南辦活動的便當 所以這一筆我是可以跟你講 這個不是福報 也不是說給民眾 給民眾也不夠 其實真的是志工和幹部都有吃到 那我有另外一個疑問 因為貓貓常在講 他常常去造勢場合 不准吃蔬椅子 看那個瓶裝水 還有雙煮菜便當 那民眾黨常常在罵說 吃便當 結果你也是便當 為什麼要這樣罵別人 我就不理解 但是這種便當當然 工作人員給志工車 我覺得這沒辦法 但是你說 有沒有給支持者吃 這真的是沒有 可以跟大家保證 這真的是沒有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也想說 不然請陳志然看 要不要出來解釋 對啊 我也好奇 等一下 那我想要問一下 這錢加起來大概是 兩百個吧 大概兩百個便當 差不多 你們志工一次志工有到兩百個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中央志工和地方志工 是大家一起結合起來 對…所以其實是 沒有 因為你這個廟口的活動 然後你的活動志工就可以一次衝兩百個 算滿大的 陣仗滿大的 但是這個確實是給所謂的黨工 你們那裡有多少人 那一場大概三四千有 因為在台南五廟的前面 其實你剛剛都快掉是真的有 對啦 這樣子講就是你了 那現場兩百個 你買兩百個便當 然後跟我說志工 我覺得這種話我們講不出來 對啊 但是我可以確定 真的是給工作人員還有志工吃 因為不可能讓人搖肚 但是你說為什麼 我們以前要去罵說別人 這個我會很難幫中央員 這件事情 對啊 其實這個最奇怪的點在於說 你說買便當 同一批人 三十個工作人員的話 假設一個一百塊 就三千塊 可能中午吃一次 晚上吃一次 所以同一天內 會有兩筆 價錢一樣的 這次還算合理 可是慶園村 他就是那種 江浙菜和菜的餐廳 人均價大概一個人 大概八百塊錢 所以他付到兩萬六的意思 就是只有三十幾個人去吃 你蘇南想像有三十幾個人 我們來吃江浙菜 中午吃完之後回去工作 隔三個小時之後 我們在同家餐廳 我們再來吃一次 不會有這種事情 你就說聚餐不可能 在同一天當中 會發生在這種餐廳 同時聚餐兩次 而且金額是完全對得一模一樣 你好得換個菜色 我隨便那個公保基金 換一個糖豬豆腐 還是說換一個什麼醃毒仙 價錢就會有活動 不可能會完全相同 而且他價錢相同的 有幾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然後剩價有稍微不同 只有零頭不同 而且剛剛我講的這九個 不只價錢相同 連日期都一模一樣 這個讓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叫做960110 到時候你被問到 被檢調問到 你一個帳怎麼這樣 我說我不小心打錯了 也就是他們製造一種 到時候被質疑的時候 可以解釋的理由就是 我複製貼上的時候 不小心貼了上去 用這個可以去規避法律責任 到時候檢調問你說 這比例太高了 所以這個手法他反覆的用 960110也是完全不相干的 兩個日期 你怎麼會把960放前面 然後後面變成零頭110 然後兩個加起來變96萬 因為這個我一直 不知道說他為什麼會被你們質疑 我後來懂了 因為我們一般發票 我這一繞都是9月份的 我下一繞都是10月 然後再一繞11月 對 所以會按照日期分 結果你這兩個9月的跟1月的登在一起 就怪啊 他登在起來不是加在一起 對 是960跟10變96萬多 那這個就可以解釋說 他們有長期的利用類似的這種手法 到時候他會講說 這都一繞表格喔 複製貼上不小心貼到的 然後你說這個馮山小吃店 然後被山貓抓到一天之內 怎麼吃了這個三筆 加起來5萬多塊的這個麵 沒有啦 只有一筆而已啦 增加兩筆是不小心複製貼上的 用這個方式幾乎 你不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剛剛講到是說 他們有所謂的海外資金這個事情 剛剛貴小姐 你那個表格喔 其實上面就已經很清楚喔 有部分是留職業 又寫身分證照 只是他要馬掉嘛 對 因為這個是個人捐贈 然後也有捐贈者的名字 有些職業就是匿名耶 匿名的人 然後你是怎麼知道他身分證的 還是說他拿身分證的 你看說證明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但是請你幫我匿名 然後他筆數竟然有這麼多 對 但是重點就是說 他特別地址就寫這個地方 我人都已經來這邊 我就寫在台灣的地址嘛 難道你有這麼多人 在台灣沒有地址 可是來自於澳門 來自於東京 來自於千葉 然後來自於上海 趕快在台灣寫不出地址 就要去寫國外的地址了 這可能性有多少 所以因此這些人 只要你抓出其中有幾筆 只要有一筆 是來自於 不是中華民國國民所捐贈的話 剛剛喬惟姐講的 政治現金法第七條 然後再加上政治現金法裡面 第25條有說 他違反這個規定的話 你必須要絞褲 你沒有絞褲的話 五年以下有極凸刑 是包含負責人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 東東都算 所以四叉茂也是幫他們在debug 他們現在趕快絞褲 還來得及 就說克文哲不用被抓去關 要不然的話 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說超越藍綠真的是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一個重點就是說 民眾黨有一個很了不起的發明 他是可能是全世界優勢以來 第一個成立五年 就有不當黨產的政黨 超越藍綠 國民黨他也是百年大黨 才有辦法 要用不當黨產去處理 以前黨沽通國庫的問題 現在他成立沒多久 結果他的帳目就已經出現了這麼多這些問題 我覺得 陳志涵就必須要很認真的解釋跟說清楚 這個就是我們主動提醒的 例如說這個鳳山小吃店到底是哪一家 出來跟大家說明 到底為什麼一餐可以吃到一萬三 一天之內 還要吃三次 早中晚消夜都包在裡面 這一切的疑點都導到 假帳是不是有福報帳目 福報支出 去隱藏資金的問題 這種東西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內外這樣處理不清楚 這邊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三寶媽 簡單 能講講不能講 你還是講 待會再剪掉 我有一些問題想要問的就是說 第一個你們的請款權限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活動可以請不能請 然後第二個是你們是每一次活動給回收據 還是有一個常態的 每個禮拜什麼時候可以回一次收據 還是所有的整個大選結束之後做一次送 然後你有沒有被退的收據 這三件事情 因為我想要講一下 我們情況一定是跟中央 因為我們的部門其實是跟 中央跟地方政府是有點 一樣的概念 我們有時候中央預算 和地方黨部的預算 那我們是每個月去和銷 那遇到所謂的大活動 像造勢活動 他有明確的指說 這個是專案的活動的話 那我們就會包一個專案 我們還要寫專案計畫 去清款 所以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黨中有一個糧鏽局 他財務長真的非常嚴謹 所以你只要明目一點點寫錯 都會被退款 真的會被退收據 他會跟你說你給我講清楚 連十塊錢花在哪裡 都要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這次為什麼禁總會發生這麼誇張說 財務長說我完全負責 但是我完全不知情 而且又是他簽合 就是說帳目要寫得清清楚楚 對 好比你那一筆 好比你那一筆 就是台南的那個造勢 他是寫場地費 是 結果他說沒有這是業務執行費 就是說包什麼 什麼營業有的沒有的 那名目就完全不符了 那如果說一個管帳這麼清楚的人 說那沒關係 你就繼續留在黨部就好了 我們禁總要靠另外一批人 這個是什麼邏輯 這樣我聽懂了 他的公開透明還有什麼這個財政紀律 是否小團體以外的所有人 梁秀局管地方黨部 每一筆帳明目都必須一樣 每個月報帳錯了要退 然後但是中間有一群人 不知道在幹什麼東西 可以一張收據1087萬 可以缺了再補 所有的事情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今天三寶媽生氣的是氣什麼 氣說大家都這麼嚴格在遵守你中央定下來的規矩 結果你中央自己自爆之後 根本沒有辦法向社會面解釋 這才是他今天來上節目的最主要原因 我這樣說對不對 你剛剛問了第一個問題 來第二個是什麼 差不多了 他其實一次回答 對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 分軌然後每個月報 因為他抓我們地方真的抓得很嚴謹 那我們也在疑惑的是 為什麼在整個事件在選完 過了這麼多個月 突然 然後我們在地方黨部 當初這麼努力幫你節省錢 甚至要我們有募款的額度 責任額 我們這個努力幫你去募款 募完了之後 你告訴我中央什麼帳 然後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全世界都不知道 那請問到底誰知道 那我們怎麼去跟支持者交代 我怎麼去跟地方的 我跟地方頭人也都急著來問我 說你們當初怎麼 所以是領多少錢可以透露 其實跟 有的人有領 有的人沒有領 這是確實 其實是看 因為我當初接 是從執行長接過來的 所以是直接延續職務下來的 對 所以有的 當然他就是跟人事 怎麼去跟我們講有關 但是其實這跟薪水 跟我們募款是沒有關係 不是啦我是說 因為陳志涵是領 你也知道了 我知道 你告訴一下 能力上面 或者是什麼 我們一定是比較不如人 所以才會被罵 我就假設 我假設 隨便假設一下 假設他領5萬 那陳志涵是領4個5萬 我一個做帳 就做到要死了 你4個我做不好帳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如果是要再說 開始我問5萬 好 5萬再獲得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很不公平 對 他做900塊的帳 做到那個一比一畫不能寫錯 國字不能寫阿拉伯數字 然後中央三張發票就900萬 一張發票就1087萬 人家說嚴冠婦出狗餐 對他來講 叫做狗餐在關嚴冠婦 所以他一定會火大 你先別靠 因為你說1087萬那個部分 他們有該罪 他說該罪 我這個是廢紙 他說這個帳面是1087萬 你往下翻 我有附件 有附件 那附件是他的事情 對 他是這樣講 附件的審核標準 是他們中央決定 是他們的財務部決定 對 當然你是平衡報導 但是對監察院來講 他不需要看那些附件 他就是只有你的單據憑證來 然後你申報 你那一筆還是寫1087萬 你沒有細項 對 所以對政府單位來講 你敢報 那我看看有沒有問題 這樣子而已 但是對地方來講 我現在完全可以體會他的心情 什麼可以請 什麼不能請 我不知道 地方我還要幫你去總結 然後遇到藍藍綠綠的來說 你怎麼會去插 我就對未來有些希望 柯文哲清涼不貪污 賣賣 賣賣賣賣 賣賣賣賣 應該吧 應該吧 那個時候已經說到少許懷疑了 一個選手而已 陳佩是隨意看房子 然後管地方管很嚴 管中央亂來 結果現在大家政論節目在講的時候 從第一天到最後到今天 都沒有一天講得清楚的 什麼大面額的收據 重複的便當 然後莫名其妙報的三張 然後該廠商說沒有收到錢 讓人家有洗錢回扣人頭公司的嫌疑 到今天沒有一件事講得清楚 現在還有黨營事業 來 我們接著下一個題目 我們現在今天是雙主持 現在雙主持 我怕我講太久了 對不起 主委 我再請教你一件事情 因為柯文剛剛提醒我一個東西 你買東西都比別人比較貴 就是你們在採購案對不對 我不管是場地費 什麼執行費 那個採購案 都比別人比較貴 而且阿伯的肖像權 要花錢 鹹木可買 一千三百萬 這個你是你心裡面有沒有疑問 有 這個我有疑問是說 這候選照理說 你有肖像權的使用權才對 其實當初那時候在競選總部 都一直不停的跟我們說 要開始賣小物了 當然我們很自然的 每個黨部也都在想說 有小物其實應該批一些到地方 因為好多支持者 連打電話的也有 私訊的也有 都說我住在台南哪裡 我可不可以去黨部買 其實我們這邊是 黨部是沒有權限 買不到 地方都沒有 地方買不到 你可能要嘛就到 新莊總部去買 不然你只能網路下訂 然後可能用網購這種方式 那時候我們就會講說 因為真的是被支持者問到很煩 為什麼你乾脆就東西拿開 後來現在疑慮解開了 原來競選總部沒有權利賣賣 竟然是鎖在所謂的木可公司上面 所以你說這到底要我們地方 去擔什麼責任 然後去幫你解釋說 你木可金流 到底跟政黨金流 到底有哪些問題 其實真的這一把火 只有中央自己可以解 我們根本解不開啊 好 來 因為講到木可這一塊 我請教問題是這樣的 這個柯玉安 小牛 然後他就說 他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有什麼會出這件事 他講了一件事情是說 柯文哲以前常常提到 他想要成立黨營事業 很特別喔 民眾黨 你們民進黨有黨營事業嗎 沒有 他說他想要成立黨營事業 然後木寮常常提醒說 五湯那那那那 所以現在木可公司 讓外界覺得瓜田裡下 與競選辦公室 跟人家一起 而且你的職員 你的木可職員 為什麼是領進總的錢 對不對 這已經有好幾匹帳了 所以他說 從頭到尾跟柯文哲 沒有任何關係嗎 他根本不相信 他說柯文哲的想法 我覺得這句很單純的 真的是搞笑 柯文哲的想法很單純 國民黨有黨產 民進黨有國營事業 民黨的國營事業 跟民進黨沒關係 你到底在說什麼 如果柯玉安講的為真 我滿敬佩柯文哲的 於是他這個黨營事業 也不演了 不叫黨營事業 直接叫木可 就是柯了 這是柯文哲的事業 所以 我跟你講 你不要被他騙了 他連對自己的同志 講說要黨營事業也是假的 如果是黨營事業 之前的這一堆帳 這一堆錢 應該回到哪裡 回政治獻金才可以捐給民眾黨 有嗎 沒有 我們看到他政治獻金 在最後關帳前 大量的花 出所擴出 我們之前在討論的 什麼買咖啡 然後什麼買衣服 然後什麼授權金給木可 然後到那個租車兩百萬 你看他是拚命把錢往外推 如果那些錢沒有這樣亂花 你是不是可以捐回去民眾黨 你還可以用民眾黨 成立黨營事業 所以貴 你剛才講的那個荒謬自己的黨營事業 因為我認為都是騙人的 現在關鍵是木可 我還是回來收斂一下 木可現在最關鍵的點是 給了木可這麼多錢 我們都討論了一個多禮拜 授權金 一堆都夠收個錢 成本 全部都給他 結果在柯文哲競選總部 開賣商品 三天他們發了一個新聞說 三天商品賣七千多萬 結果這幾天不是陸續很多 當時幫忙柯文哲的志工出來爆料 說我們志工去總部幫忙 木可相關的這些商品 完全不讓我們碰 很多人來都沒開發票 很多賬是多少都不知道 我就問 那這些錢全部有進政治現金嗎 有多少是進木可 有多少是後來根本 比方說今天有個杯子 可能那個政治現金賣五百塊 會不會有人來想說他要捐五千塊 拿這個 會有嗎 那一張發票是五百還是五千還是零 這些問題完全是謎團 柯文哲這個木可的關係 才是現在重中之重 我請教朗東一個有關於 就是說陳志涵的角色好不好 因為陳志涵的角色 他現在就是要幫忙員 然後很多人其實在罵他 尤其那個張喬瑜 他就是在小草世界裡面 算是一個KOL 那他現在罵說他想要發問 因為他不是說他要成為中間選民 他退黨 然後他就問說黨部的地址改到哪邊了 然後他還要問說 在哪邊 台坡大樓啊 那他們杭州南路是什麼 不是就是說要搬到台坡大樓去啊 搬了嗎 我8月6號 考察的結果是什麼 我8月6號的時候在裝潢 但是現在應該好了吧 對 所以應該是在台坡大樓啊 剛好現在是在搬家的路上 所以你現在跟巧巧講說 在台坡大樓 趕快去 趕快去好不好 那他還要請問陳志涵跟許甫夫夫妻的辦公室在哪 他很激烈啊 他一直問一直問 他說 不知道有 禮拜六有沒有開 如果禮拜六沒開 禮拜五六點以前有沒有什麼 他說他要順便去 除了要去退黨之外 他要順便去冰德 很激動 那為什麼要去冰德 他有一個理由 他不是只有情緒性發言 他有理由 我張喬以我如果領20萬的話 我領幾個月領百萬的話 我怎麼可能放任整個團隊裡面 犯這種低級的錯誤 所以他覺得你 陳志涵這次懲處 沒有懲處到你 不應該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看 陳志涵現在的表現是什麼 他是很稱職的在幫忙講話 可是他講話常常就是會 又燒一把火 那他幫忙講話講什麼 他在罵 我覺得他這次沒有點名 搞不好他心裡面有在想 其實有啦 我們這個主委也有問題對不對 他說那一些會出來爆料的人 上節目 然後以前是民眾黨的 然後現在出去都在變磕黑養成班的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他說有些人就是思慰素餐 靠著瞎扯上通告來刷存在感 謀取個人的利益 比方這一次 因為林冠年他是前新竹縣黨部的執行長 林冠年不是講說 他說他就是去看1.2億的豪宅這件事 他就說像他就是這樣 他現在想要選舉 就無法選舉 所以懷恨在心 是現在在炒作話題而已 他把這麼嚴肅的東西 就是說 不是只有林冠年這件事情嗎 為什麼現在會被炎上 是有很多的問題 他把這些問題歸咎 為什麼你們會變成柯黑 不是因為你這個黨很爛 是因為你們就是得不到好處 這就是以前柯文哲講說 什麼誰沒人挑 然後就走了那一套邏輯 這一套邏輯可以說服嗎 當然不行 因為陳志涵他在直播裡面 他有講說 木可沒有任何動機 去把禁總的這個錢洗到木可 柯文哲沒有理由這麼做 因為競選經費 如果留在黨部的話 可以發展柯文哲的政治 黨的公務 都能用這筆錢 選舉結束了 還是可以用四年的 所以柯文哲完全沒有動機 重點就是你就不想去發展黨務 對不對 如果柯文哲他競選選完了之後 結果監察院那樣子的 一個申報過程當中發現 我賺了兩千多萬 那怎麼辦 好我台南黨部給你兩百萬 然後高雄給你一百萬 然後那些友好的整天幫民眾黨 辯護的 像剛剛講的那個什麼張喬瑜 就給他這個相關的一些公關 顧問的一些合約 或請他來做培訓的這個課程 又撥二十萬給他 用這個方式去撒資源 去做他政治上面的這個運作的話 大家就沒有意見了 結果他做的事情就是 陳佩琦去看房子 問題跟動機就在這裡 你如果從頭到尾發現說 這個帳目出的狀況 我收入我還有一堆錢 在那個黨庫裡面不知道 再怎麼去處理 那他想到的方式 就是用各種方式 弄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帳目出來 然後伸出那個尼奧跟十二 他們那些公司 都否認了916萬這個發票 用這個方式去報帳 他就坦白的說 我就是選舉剩了兩千多萬 接下來這個四年地方黨部的發展 大家都放心 台南你這邊需要經費的話 我柯文哲這邊 就給你撥下去 你要辦公室的錢 要人力支出的錢 接下來你不用擔心 認真的去發展基層組織 但是他這樣做的話 所有這些小草 包含這些基層的幹部們 還是什麼林冠年 大家都比較沒有意見 結果他選擇這個態度 就一堆假裝之後 然後陳志涵出來 然後用擠牙膏的方式 要模糊焦點 最後發現沒辦法 模糊焦點之後 開始反向他的前同事 這些過去曾經幫民眾黨 講話這些人 我覺得他只會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大家更生氣 我們三億可以請來來賓 又變得素樣又變得更多 要是他善待這些一起出生入死 認真幫你做選舉 做政治的這些人的話 從頭到尾都不會發生那麼多事情 所以柯文哲從頭到尾 最可怕的心態 就是他把這個黨的這個錢 把競選競選的錢 但是他自己的錢 他是一種威權的思想 真的是非常可怕 好險他沒有選上總統 你看那個蔣介石當總統 當然這麼久 結果我們全台灣 就一堆什麼中正路 所以柯文哲有選上總統的話 就有牧可路 牧可文化中心 牧可紀念堂 所以有的沒的都會跑出來 想想之後就覺得 就是讓人不寒而栗 好因為陳志涵也有點名 跟貓貓有關的是胖卡的部分 想說胖卡這講很久 怎麼還在胖卡 殊不知陳志涵說 我們胖卡改裝也要錢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跟他講 改裝錢不就是柯文哲這邊出的嗎 所以他一直沒有 我覺得我不相信 他是一個這麼沒有金錢觀念的人 那胖卡沒關係 我們不厭其煩 我們再解釋一次給他 我要先說啦 不是啦 陳志涵 陳志涵他其實就是硬要跟我 因為畢竟我是平民百姨 我沒有要參選 就是要硬要跟我炒這種東西 就包括是20萬的薪水 他20萬薪水跟我炒了四天五天 那有滅火嗎 沒有啊 炒到最後小炒門都不爽了 本來他講說是不是四超貓造謠 沒有 陳志涵就說20萬 我很辛苦啊 我去走大甲媽 找到小破皮20萬 而且冷氣很冷 晚上睡遊覽車很冷氣很冷 結果他就只能跟我炒這種東西 炒這種到底有什麼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判卡的事情 判卡的事情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提過了嘛 但他昨天上那個節目的時候 又提到一件事 他就是不否認200萬了 他就不否認200萬 他就講說 沒有 這200萬的話 那個改車費要不要錢 司機要不要錢 油要不要錢 計畫書要不要錢 那我們其他先不用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我們先說 這個監察院資料 首先租給他200萬 就120萬加80萬 就兩台車 一台美好號 一台相信號 那改車的錢 也是柯文哲的競選辦公室出的 這個就改相信號 改美好號 一個是14萬 一個是10萬多 你幫目可 你柯文哲花錢幫目可改車 花了24萬 然後幫他改好車之後 他再租你200萬 這生意是什麼 一般人聽到這就覺得說 就比買車還要貴 而且你不是說 他那個車有一個14年 14年你去搜一搜 大概就是10來萬的價格而已 10來萬我給他算20萬嘛 所以他花的成本 就是一台車50萬 然後一台車20萬 加起來70萬 結果一選完 那台相信號 又給他賣掉了 所以只剩下 他只花50萬成本 然後其他改車都不是你的錢 那他們昨天就是說 熬改車費 那叫出來 改車費是柯文哲花的 不是目可花 你要怎麼算成本裡面 然後還有他說什麼 司機也是那個 也要錢 是參選的應該都知道了 開車的很多都志工 好不好 而且你的那個活動 你那台胖卡 只有造勢活動 才會停在那邊 你不是每天在開好不好 那台車就是造勢活動 停在旁邊 然後就提供那個咖啡有沒有 就會提供咖啡啦 給大家喝嘛 所以你就算真的找司機 也是找不到 也是花不到200萬 是怎麼那個 他還有提到一個 說那個 他是請目可做那個計畫書 計畫書 我想說不是啊 他們就四個人五個人 因為他們之前員工旅行 我們看就那四五個人 那你是做什麼計畫書 而且為什麼這計畫書 不是黨內的人在做 為什麼規劃柯文哲行程的 不是你們黨內在做 你領20萬 你一個月領20萬 你沒辦法規劃一個胖卡 怎麼跑嗎 那你這20萬 是不是要分給人家 對不對 所以他昨天找這麼多理由 我覺得說不要多找 這很明顯 就是你就是故意要讓 那個目可扒一層皮 讓他賺錢 因為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請你 來再說明一下 網路上有人針對貓貓 這個上面寫說 民進黨贏對貓 4X貓開課 林佑昌酸民眾黨 有些政黨很會說不會做 我有點不知道他的主軸是什麼 他其實是要講說 找貓貓來要給報酬 然後做這樣方面就很完美 這招真的有用 而且不會被懷疑 蛤 我有點不知道他想要說你什麼 首先就是因為我禮拜一就是 高雄的民進黨部就是請我去上課 對 然後當然就是 你上什麼方面的內容 網路相關 我想說最近就是網路的一些工坊 當然很大 還有哪裡去揪網軍 哪邊怪怪的 我就教他們說你怎麼這樣肉搜 然後去挖這邊有 哇 可怕 揪出來的揪 不是揪團的揪 是揪出來的揪 不是 我說可怕的是 一個貓貓他們就嚇得要死了 我們有一個種子癮之後 到底會有幾個貓貓 對 那我就是分享 我是怎麼挖到這些網軍 還是什麼的方法 然後當然新聞出來之後 就很多人就質疑說 4X貓打這一波 其實是民進黨要塞錢給我 然後要找個理由 就叫我去上課 上什麼不重要 你這個木可 你不可要做這麼綠 對 沒有 是我去的 因為那天我說極箭 他說只剩綠色的要不要 因為我本來是說 我跟Anna Grace一黑一白 你要想一個故事 你就說這個是檳榔色就好了 沒有 因為我大尺寸要調貨 來不及調貨 所以只剩綠色的 所以我就只好做綠色的 好 我跟你講 他們就是講說 因為民進黨想要塞錢 可是我這一波打得很努力 讓民眾黨大傷 所以要給你獎金就對了 要給我獎金 好 要給我獎金 找個明目叫我去上課 上什麼不重要 但是做帳交話比較好 做帳不會被抓 我跟你講 那個跑到高雄 這樣子坐高鐵 他高鐵有幫我出 但是坐高鐵過去三個小時 來回三個小時 也就賺個五千塊錢的絞絲費而已 很難賺 還不如來上三立的通告好不好 你看 我是不是就跟你們說過了 每次都這樣 我們都被人群了 這愛台灣 對 你知道 我拒絕兩次他們一直問 你知道嗎 你是為了國家為了民主好不好 我幫你介紹 我幫你介紹新北市黨部住在這裡 新北市比較近 沒有 中央黨部出得起五千 我們新北只有三千而已 你知道這樣子 跑高雄一趟三個小時 車層嘛 這樣就賺個五千塊錢 真的沒有賺很多 很多吧 真的賺很多 很多吧 我在高雄黨部所有活動 沒拿過一毛錢 高雄 你是顧問 我高雄人 你顧問 誰那麼有錢 我覺得我必須要說一下 我覺得冒冒在這裡 我們可以講出這個行情 這樣以後我們真的都很難做 真的很難做 真的很難做 我們沒有給這麼多 沒關係 我們B掉好了 B代替一下 真的很難做 真的沒有那麼高 真的 所以我這樣是算高的 很高 很高 所以他們民進黨前很難做 我都很討厭 知道 每次都拒絕好幾次 好像民眾黨那個車馬費 你有看到那個領埔 有 他們從助獎費幾萬塊錢 我們這樣跑一趟 不是通常行情價三千就真的很多 你這個真的已經超 拜託一下 不要再講了 對啊 好 在這個查障的部分 我看到民眾黨先是一個 就是說內鬥的陰謀論 就是說 那個黃珊珊已經被 就是中央 中平會已經有做處理了 不過她停權之後 還是照樣的當立委 現在又傳出來說 柯文哲去問 大家叫你辭立委 請問珊珊怎麼看 然後黃珊珊說 這個就是黑白到島的 見縫插針 然後呢 後來黨部這邊 也有幫忙說明說 沒有這麼一回事 那這顯然是誰在放話 不然怎麼會有這樣一篇報導 但是我看到一個部分 我覺得非常的詭異 我請教柏維 是這樣 他們查帳不是記者會取消了嗎 第三天就沒有看到了 可是現在又開始說他們要找 因為他們常常一下子說 柯文哲說 你每天要給我開記者會 比照CDC那時候的一個規格 然後發現說 怎麼這個查個帳也都包起來 第三天又不開了 現在又說 我們考慮找第三方人士來查帳 我想說第三方人士 那到底是誰 什麼人叫公正對不對 你知道找什麼人嗎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我跟你說 沒有 各方向柯文哲推薦 適合擔任公正地方方的人士 有誰 有前秘書長周台竹 有前立委張其露 賴湘麟 陳婉惠 還有人建議 比方像是前秘書長謝立功 或是周餘修現任秘書長 也都可以來調查 這個算是公正的第三方人士嗎 柯侯安現在很閒 可以找柯侯安 好 哪有他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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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作戰 對 很麻煩 那現在官司有兩個還在上訴 對象很閒啊 沒事做啊 他們 人家推薦的第三方公正人士 跟我們想的都不一樣 那個柯文哲 他會畫同心圓 同心圓的中間當然就是柯皇上 中間正中間 然後第二圈可能是親屬家人 第三圈可能是亲信 党内的这个机密要务 然后接下来是军事官 在外打仗的 比如说黄国昌黄珊珊 大概已经画到这一圈了 然后还有以外的 叫不出名字认不出人 反正看你穿KP的衣服 假装认识 那其他以及其他 他不认识的民众党支持者 对他来讲 就像蓝绿两党支持者 一样不重要 因为没有钱 也遇不到帮不上忙 服务的时间比例不符成本 所以当作 那个是外面干部 要去处理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从这一次这个财务问题 出状况各个政论节目 开始讨论 你就会发现 柯文哲一直在画线 那他那个画的线 的规则逻辑很奇怪 一开始就不应该 找端木正进来做会计 他应该要在外面做查账 他让他进来 然后最后产生了 四五六月份的三条916万 一把火烧到现在 所以他把东木正叫进来 这件事情是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他怎么做 他把他当防火墙 他就点火把东木正烧了 所以就是希望事件烧到这里就好 可是事件不会只烧到这里 因为他有更内部的人设案 你要十二出来反咬916万 没拿到之后 变黄珊珊出事 于是他又一把火把黄珊珊烧掉 让他推出去怎么样 开记者会开两天 再说效果不好 那个暂时停权 所以他又退了一步 他那个童心园 就是这样防火墙 护城河 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概念 那所以现在对他来讲 他怎么可能找专业会计师查账 他要找可以烧的下一批小草 他要找下一个什么 周渝修成王 会让何你讲得出来的 这些人他的特色 跟其他人 跟童心园以外的人 不一样的特色就是 他们是可以烧的 而且烧了会精神恍惚的 烧了会产生幻觉的 哪一个不是可以烧的小草 哪一个不是可以配合 柯文哲作战的人 所以你讲那个第三方 根本没有一个第三方好不好 只有蔡壁卢 在这边支持蔡壁卢 进中央查账 不然的话就是打假球 我也就可以了 我真的觉得 我也讲得很正 因为我真的觉得蔡壁卢 真的是第一时间就出来 当柯黑讲实话的人 拿个血滴子进进 在那边甩 对啊 就开始烧起说 你是不是要砍黄山山 就是所谓的党内恶斗的那种想法 就从毕如姐开始讲 你已经被发配边疆了 你现在回来讲实话 哪里错了 我赞同他讲的话 他所有的质疑 他从选举期间 到他后来又被发配边疆到台中去选 然后所谓的中央 我不给他支援 你也台中的 我也台中的 对啊 所以毕如姐在那边受了多少委屈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是不是第一次没有蔡壁卢的大选 民众党 对 禁总 对啊 所以差别很多 所以国内是说 所有的案件都是在蔡壁卢 离开之后发生的 对 所以现在党部 我觉得整个已经像是失控的列车一样 这些人是回来当年的刹车皮 都丢球给你做 结果你还想说 你讲说大科 每个人都回来就是要保卫 什么保卫战 什么要讲毕如姐什么 要抢党主席 我说你头盖 这个洞子又要没起来 还在受党主席 我现在担心是整个党 会不会就不见了 怎么还有人一直在放话说 你就是为了要抢什么位置 抢什么位置 你说你这人讲得太多了 因为我本来有一个想法 我是想说像是谢力公 他其实对珊珊也有意见 有 对不对 然后周渝修比较像是 反正组织在他就在 其他的像陈婉慧这次 他其实是有一点 一开始有讲说面子要买 要用买 妹子又打冬了 因为记者要去跟他求证的时候 他就说因为我没买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在想他 对啊 怎么样 所以我就在 那你一开始讲到哭字 在讲什么意思的 王卉你也是演员 所以我就在想说 假设真的是这几个查账 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 假设我想要推翻谁 所以我派谁去查账 他就有公信力了 因为他会查得很认真 你们这内斗的新闻 也不是新闻了 所以是不是 派一个对立面的谁 其实还真的会有用 我觉得这有点像玩动物企业 UKU的概念 那一定有 所以王卉姐他当初第一时间讲 他一定也是讲 他从来没有讲假话 我相信 因为他毕竟当时是 所谓的立委候选人 所以他有没有拿到资源 其实他跟毕如姐 应该是有遇到一样的困难 因为他们都是边疆派 对 他被人家发背边疆 不然说这一波的不分区 到底说毕如姐也好 或是王卉姐 他们不够资格去排不分区吗 为什么什么时候轮得到 你陈次然去排 一个记者出身 你突然去排不分区 我们也 那个名单一出来 大家也傻眼 哇 这些蔡毕如也有陈王卉 他们不够格吗 当然你的讲法是说 你们要去到第一线去作战 去选举 选举你也要给他support吧 怎么搞成这样呢 有关于这一块的部分 他们真的要找认真的第三公正方 不是来糊弄的 接着我们要来看 有关于这个就是 我们之前讲说金华城 然后讲说北市科 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我要先让博维来表达 等一下让冠廷进一步 帮我们分析好好的讲清楚 这个案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金华城还在办 那现在新消息是说 金华城他起码有切个 怎么也是防火墙 可能到应小微 可能到黄珊珊 可能到彭震生 那北市科的部分 感觉又更近了 因为公文上面很清楚 可是博维我要请教 你有个论点我觉得非常好 你说他们是0730 写在T恤上面 我标本我很早上班的人 对不对 你一个很早上班的请教一下 你们早上班 结果做出什么事 葬有清楚吗 金华城有说 不应该做的做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部分切下去 我早上班用途在哪里 欢迎收看政论金华 陈伯伟 又称金华城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析的是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政治人物曾经在公部门服务 一般来讲叫做依法行政 那如果是立法委员能够怎么样 想办法把不合时宜的东西修成大家的理想 你柯文哲都不一样 你柯文哲都不是为大家服务 可能有一些里长便当会 议员便当会 听起来现在听大家意见 可是我们看到你真正处理的 而且甚至冒上违法的风险 改变行政的规则 扩大容积率奖率 切割变更地幕 来符合财团的要求 我就讲一个简单的 我们今天讲金华城 北市科的时候 请问那是能人能办的事情吗 请问是什么 我们中乐透目之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改变的东西吗 请问是台北的任何一个富豪 把钱丢下去它就会长出来的东西吗 不是 它都是需要政商关系 那么就不是公开透明 它要特定人事才能完成的东西 就不是服务公众 今天金华城能飙 收口也要能飙 星光也要能飙 微风也要能飙 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是金华城来了 然后才一直自己慢慢变大 那这就是官商勾结 这一次的北市科更是坐实了 柯文哲签名 柯文哲召开会议 柯文哲只是要这么做的 所以最正确凿 这个未来 这个就是 以后那个 陈沛琪看到他就要叫官老爷了 官都贏 因为怎么样 你的语语双官 要把老爷关起来了 好 李正浩低潮很满 他就在脸书上面po了 有些相关的会议记录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之前聊金华城 跟柯文哲的关系 好像他有签那一个东西没有错 可是毕竟一开始 好像还有设一些其他人 来做一个断点或是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他丢出来的 这边有两份文件 等一下请冠婷来补充 好 100年的3月3号 市长是主持人是柯文哲市长 当时他就讲说 我们这个三个基地 要调整为个别招商 110年的4月19号 主持人柯文哲市长 他就讲T16 我们要送计划书评选 T178 这边就用价格标来做决定 T178 后来 其实我们有聊过 那个基地大小差别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这块爱 那块面 为什么那个 那所以我是不是不用投资计划书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聊聊什么 有没有图例的问题 其实过去 你问十个律师 十个律师会跟你讲 柯文哲的这一堆案子当中 最可能柯文哲会出事的是新华城 但是在昨天 这两张关键的市长市的会议记录 出来之后 大家认为柯文哲可能真的会 栽在四北科的案子上面 为什么呢 四北科的案子简单来讲 后来他把一个案子 拆成三个案子 一标拆成三标 把本来要用医疗园区的 这一个限制也把它拿掉 那谁做的决定 第一个时间点 在2021年的3月3号 在市长市由柯文哲主持 这一天有一个关键的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叫做卫生局长黄世杰 为什么卫生局长要来 因为四北科本来是医疗园区 所以卫生局长要来 后来在这个会当中 做了一个决定 叫做一个案子拆成三个基地 第二个不限产业类别 而这两个解开之后 到了4月19号 一样柯文哲主持 可是出席人员 卫生局长没来了 因为跟他无关了 不用跟医疗有关了 那到了4月19号这一天 市长市的决定 决定了什么事情 就是把T16 一样要投资计划书 T17跟T18 变成不用投资计划书 而后来不用投资计划书的T17 T18 就是由星光得标的案子 这个案子柯文哲你带不掉了 为什么 除了柯文哲有会议主持人是他以外 有没有看到 这个备忘录的右上角 柯文哲的亲笔签名 谁决定 谁负责 是图立罪 最关键的一个要件 我们来看 除了说刚刚这个柯文哲负责以外 一样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到底有没有刮天底下 这是台北市议员 简书培 他所整理的一个时间轴 吴星银跟星光 以及柯文哲的关系 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决策 我们看一下时间点 吴星银大概在2019年的前后 担任星光人寿的副总 他一路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2022年的10月31号 才请辞这个星光人寿的副总 可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星光发生了什么事 我跟大家讲 关键的时间点是 2020到2021 这一年多的时间 星光人寿多次的跟 台北市政府反映什么事 反映说 我们一个案子 可不可以拆成三个案子 星光人寿在这段时间 也跟台北市讲说 可不可以 不要限制那个 所谓的医疗专区 这两个不就刚刚我讲的 后来全部被解开了 而解开的时间点在哪里 解开时间点就在 柯文哲刚刚开完这个会的 4月19号过后的 7月30号 在第三次招标的时候 把刚刚星光药的需求 全部都解开了 2021年10月得标 一年过后 吴欣盈地补上民众党的立委 再过了一年 吴欣盈跟柯文哲搭档参选副总统 所以瓜田里下完全不必嫌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 最后土利罪有成 谁要负责 先讲土利罪要先成 不一定土利罪会成 但如果土利罪成了 这个案子没什么好讲了 柯文哲做的决定 你决定你就要负责 因为柯文哲没有针对这个 有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那反倒是我们看两个人 一个是民众党今天是派吴亦轩出来讲说 现在政论节目媒体人都已经污名化 所有市府开的会议 不是说市府开的会议都变什么 关键会议神秘会议 然后都好像贴上一个不正常的标签 没有证据的捕风捉影 那我觉得他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形容词 他是否认的形容词 他没有具体的说 那你讲的这些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他没有这样子的具体来说明 那另外会议的参与人员 陈志明秘书长 陈志明秘书长他说什么 他说 吴欣营当立委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是这个时间点 前面在跑这个流程 他都还不是立委 所以没有瓜田里下的问题 是你们扯太多了 对我们扯太多 他这样讲 对没关系我们尊重 可是他们没有回答到关键问题 2020年星光多次的表达 我们刚才讲的这堆需求你都没有理他 柯文哲你主持完会议之后 把这两个给解开了 对 没关系那你就到时候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告了 你去解释这符合社会公益 这好棒啊 分成三个案子 然后后来给星光很特别 T17 T18 别人都要投资计划书 你都不用 本来这个地方规划成医疗产业专区 现在也都不用 你去跟法官解释 现在解释这么多没有用 关键是你决定的你要负责 朗东进一步来补充 因为我觉得他的解释说明 真的会让人听不下去 因为在时序上面说 他当立委是这个时间也没有错 可是重点是请问一下 他什么时候列不分区的 列不分区就表示有机会 你一再一再的松绑 变成感觉上是替星光是量身打造 没错 这跟金华城有一个很像的地方 就是现代版的指路维码 就什么是指路维码 就一堆专家学者在开会就说 这个是鹿 这个容积率不符合 这个都更奖励的条件 这个是金华城 然后专家学者在讨论说 这块地的话 要么就是一起标 要么就是分三块标 但是应该要做生计园区去用 这是专业的意见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客人早一下来主持这个会议之后 这个鹿大家说这个是马 这个就是符合都更 要给金华城容积率 然后这个要用很特别的方式去处理 T16 17 18 两块并成一块 不需要有投资计划书 然后最后就星光拿走 然后另一块 这个金城堡的话 就是正常的标出器 对于图利罪 贪污罪条里面 第六条里面来说 最重要在于 它是不是不法的利益 你对不法利益的判断标准 现在检调 就会找这些所有专家委员 过去然后一个个去问 你当初你对这个意见 是怎么表态 如果每一个答案 专家的委员的这个答案 都跟柯文哲最后做成的结论 是相反的话 他会被法院认为 你这个就是属于不法的利益 那柯文哲被判 图利的机会就会非常高 所以他们现在解释一堆 意义不大的是说 其实他们只需要把 当初的这个录音录影记录 公开出来 证明说柯文哲是听专家学者的建议 才去给金华城840% 听专家学者的这个建议 才会把一块地 拆成三块之后 两块合并不用投资计划 之后让星光得标 如果没有任何专家委员 包含市府里面 都发行人员 帮柯文哲背书的话 最后这个被判定为不法利益 然后柯文哲 以图利罪 起诉的几率就会很高了 你刚刚朗东讲到一个重点 是说把录音录影调出来 那一般这样是开会的话 不是要有会议记录吗 那你会议记录不可能只有结论 你中间的过程是什么 这些都没有提供吗 对不对 他也是可以提供参考说 好那你们拍板决定的过程 是经过了四叉猫 经过了陈柏维 经过了冠庭 然后巧慧这样一路 是怎么样做成这个共事决的 是不是这样 说一个得力出来 那巧慧委员是这样 我不知道说公家机关 或一个市府 是怎么样去行硕你的政策 这个陈志明他还有另外一个解释 他说T16因为规模比较大 所以需要投资计划书 那17 18规模小不用 那他还说了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议会在调查的时候 议会有意见 议会说当年的情况非常诡异 叫做为飙而飙 那陈志明他的解释是说 当年不一样的情况是 我们这个是在疫情的期间 国内的景气实在是有够差的 非常的低迷 所以需要大型的投资案 刺激一下景气 所以是基于叫做宏观调控 基于宏观调控说 希望景气可以活络 所以才做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 你听到他这个宏观调控 调控两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想起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柯文哲的选举账也是用调控的 所以民众党整个来讲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 自己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的人 可以目空一切 目无法记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实说你刚刚在说的这些 什么投资案 其实不管是大还是小 那个大和小只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把这三块放在一起讲的时候 有大有小 但是每一个都是国家的资产 都是市府的资产 都是应该要对人民负责的 不是这样吗 所以每一个 其实都应该要有完整的计划书 这包括像冠亭 其实我们是中央和地方 常常在合作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哪一件不用这种计划书 这实在是很一笑大方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看 不管是从他在市政府 所有在做决策的时候 或者是他要到管竞选总部 自己的帐 他其实所有的这些数字 都不拥 都不拥以后 采用这种调控的方式 来呼啰大家 真的是挑战全国人民的智商 所以柯文哲要小心了 这次没有防火墙了 这个事情也要好好地解释 浓郁咖啡还有解决在中国发展的困难 那我们要讲不是什么 佛也有火吗 小草也有火 有 我告诉你 小草 这个KOL叫张乔宇 他不只是要呛退党 他还说要跑一趟党部 要顺便去陈志涵的办公室 冰的 那这个馆长也曾经变脸过 有没有 小算馆长常常会一下这样 馆长变脸的时候他讲什么 他骂民众党做假仗的能力 超越蓝绿 再再都反映了许多小草受骗的心情 但是柯文哲他有没有真正的检讨呢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蓝绿 你去想看看 党主席要不要辅助 搞不好党主席都是要请辞下台的 但是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柯文哲自认 不可或缺 我就是一个精神领袖 精神支柱 因此做错事叫别人去打 这一次如果要度过危机 要怎么度过呢 柯文哲他的态度是决定了一切 继续拒绝检讨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草会溃散 想要掌握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记得扫描下方QR Code 订阅新台湾加油YT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分享精彩片段 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加油 我们再会